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子成前女友 后成为唐一杰老婆 歌女莲阿云 江子成的合同伙伴 叛逆少女小莫 林慧与唐一杰的女儿 故事开始于一对小情侣的野战 奈何地人没选好 发现战场旁边有一句死尸 关于这句尸体我们稍后再讲 紧接着又是一场拆迁冲突 紫金之夜购买了险村的地皮 但拆迁却遭到了村民的反对 开发区主任唐一杰前来调解 一套激情延长下来 便从楼顶坠下领核办 两场命案将这部电影的悬疑色彩一度提升 警察杨大栋此刻接手 开始调查这场命案 不料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官商购结的利益宣布之中 此去的唐一杰与买地的紫金之夜老板江子成 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两人同时爱着一个女人林慧 但可悲的是唐一杰得到了林慧的肉体 但江子成却拿走了她的心 婚后两人又有一女名为小诺 但实际上小诺是林慧江子成的女儿 头上顶着大绿帽的唐一杰 也开始自生出家暴的变态行为 而小诺则是目睹着这一切 从而心中埋下了对父亲唐一杰仇恨的种子 江子成毕业后选择到更为发达的台湾去发展 结识了当时的坐台小姐梁阿云 江子成利用梁阿云的美色 拿下一个又一个大合同 可谓事业是贫固清云 而单纯的梁阿云把这些都归功于他对江子成的爱情 孜孜不倦地协助了他 生意做大后 两人来到广州发展 谈了一个大项目 就是险村的改造工程 在生意层面 江子成和唐一杰官商勾结 大发横财 而在生活层面 江子成与林慧却旧情重燃 苟且同安 好日子没过多久 唐一杰就被绿子受不了了 这天他与梁阿云进行业务上的谈判 但唐一杰却想与之发生更为深层次的不可告人的关系 但被梁阿云拒绝 气不打一出来的唐一杰 就把江子成与林慧的关系 全部告诉了梁阿云 女人面对感情都是冲动的 梁阿云找到江子成想离开他 同时带走紫金之印 百分之四十的部分 摆平不了此事的江子成 竟然想到让林慧去找梁阿云谈 但是谈判直接便成了一场凶杀案 林慧失手将梁阿云一剪到童子 并和江子成一起将其毁尸灭击 不巧的是唐一杰也目睹了这一切 而电影片头那对野战的小情侣 遭遇的尸体便是梁阿云的 随着杨家栋警官的调查深入 他逐渐触控到了这些利益纠葛的核心 深感不安的林慧江子成二人 安排了一场仙人调 让杨家栋成为了一个 人尽皆知的嫖客 被停职离开了警队 生命不息 调查不止 杨家栋却决定继续追踪下去 可是越来越多 帮助他调查的人 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终杨家栋在江子成的车中装了监听器 完整的听到了他和林慧的对话 从而彻底揭开了这场惊天的秘密 江子成当场被捕 林慧也抵抗不住心中的压力 自首承认是他把唐一杰从楼下推下摔死 至此 连阿云唐一杰两场命案宣布告破 不过 电影片尾导演又给了观众一个180度的大反准 杨家栋在调查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 偶然发现林慧并没有杀死唐一杰的时间 将唐一杰推下楼的必定另有他人 那这个人就是林慧与江子成的私生女小诺 小诺早已受不了唐一杰对母亲的虐待 渴望着有一天与真正的爸妈团聚在一起 过安稳幸福的生活 但唐一杰意图揭穿江子成林慧杀害连阿云的真相 被小诺知道后将其从房顶推下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 其实在片中 导演楼叶用了不少时间来讲述这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特别是对肉欲的描绘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在这里我就一带而过了 大家有空可以找出这部影片完整的再看一遍 楼叶虽然擅长拍文艺片 但是这部电影绝对没有文艺片的枯燥无味 相反故事的讲述 与时空的错落一环套一环 吸引着大家把这部电影完整的看下来 楼叶给这部电影打上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标签 电影会帮助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是的 这部风雨淫横跨了三四十年的时光 而这三十多年正是中国急速膨胀 同时问题也不断暴露了明月 作为最爱反映时代变迁 以及都市生活的第六大导演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楼叶选取了一则真实事件 外加一部小说相结合的方式 来讲述了这场故事这场梦 片中的这个险村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 地处广东省广东市CBD中心 地价一路飙升至了25万亿平方 是真正的寸土寸金 而当时的险村村之书与时任广东市副市长 是现实故事中的主角 这部电影的上映也并非一帆风顺 两年多的等待以及五分钟时长的删减 才勉强拿到了公用许可证 但对于楼叶的众多作品来讲 已经是幸运了 不管是从1989年毕业于北电三十年 还是这十部偶心力学的艺术作品 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不管楼叶是不是一个中国当下最具真理性的导演 但他一定是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 以及执着梦想的电影人